好,同学们,那么我们马上就要步入正题了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板块,关于裂方程解用题 那么在裂方程解用题之前呢,老师需要问问大家 我们铺垫里边的这几个小问号,你都做出来了吗? 做出来了 如果做出来,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第一个,学安斯共有M名学生,其中男生有230 那说明女生就应该是有啊 M-230 M-230,是不是这么多人啊 对吧,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,一个等边三小型每条边的长度都是A米 那么它的周长就应该是啊 3A 三条边,那周长就是3A 那么第三个,说一个正方形的周长是C米 那么它的边长应该是啊 C除以4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问号 你发现这三个问号呢,其实呢都并不难 主要是练习大家的一个用字母表示啊,数的一个能力 好了,那么这个三个小问号做完的话,同学们 立体第三题,怎么着你应该预习预习,自己先去做一做了 好了,做完同学呢,我们来看看你的立体第三题做的跟老师的思路是不是一样的 啊,我们来看一下立体第三题,说四年级的学生去交游 啊,要分成15个组,一部分是有8个人一个小组,一部分呢是5个人一个小组 说8人组呢,比5人组 总人数 多了3人 那么现在问大家 共有多少名同学参加秋游 问我们的是啊,重人数 对吧,那好了 那老师就要问大家了 现在告诉我们分组的一个是8人组 一个是5人组,另外还有一个条件 是一共有啊,15个小组 对吧,我要想 求出总人数来,其实我是不是还缺少一点条件 嗯 那我想同学们思考一下,缺少哪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得到总人数了呢 8人组跟5人组分别多少人 分别有多少人 分别有多少组 分别有多少人直接加起来是不是就行了 其实我们更好的就是 求出来8人组和5人组是不是各有几组啊 嗯 对吧,我们现在知道是总组 5人组是15组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设最关键的这个 嗯,组数有几组了 咱们可以设8人组 当然了也可以设5人组 如果我设的是8人组有X组 那5人组自然就是啊 15几组 可别算外啊 能少设一个是一个 总数是15组,8人组有X 那5人组是不是就是15减X啊 嗯 那么接下来,有了位置数,咱们就得列方程了 话说方程不就是一个等式吗 找一个等量关系 咱们来看一看速度题目 现在这个条件我已经用完了 我们又知道8人组的总人数 比5人组的总人数多三人 这个多三人怎么表示啊 多...他减他 哎呀,你看我表示的 等于3 减后是不是等于3 嗯 也就是说8人组的总人数 我们可以表示成啊 8乘以X 5人组的总人数可以表示成啊 5乘以15减X 5乘以15减X 这些比这些 多了3 哎,一减他 等于3 是不是就等于3啊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利用这句话来列出我们的方程 那方程一旦列出来了 解方程应该不困难了吧 嗯 好了,不知道大家解对了没有 咱们来看一看你解的啊 呃,我们首先把它划解一下 这个地方是8X 减去 75 一条团,两条团 减去75 注意,这个地方该写着啊 前面有减号 里边要变号 加上 5X 5X 等于 3 来,看一看 发现有一些可以合并的 嗯 8个 5个 13个 13个X 减75 移过去就变成 加75 加75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13X等于 78 78 那最后一步算个除法 78减除以13应该等于 6 6 那也说明了八人组是不是有6组啊 八人组有6组了 那八人组的人数是不是自然就出来了 嗯 咱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八人组的人数就应该是 8乘以6 啊 要注意啊 八人组的人数有了 那五人组人数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嗯 五人组人数怎么求啊 嗯 8乘以6加3 8乘以6加3 减3 减3 6、8是48人 嗯 这是八人组的 我们知道 八人组比五人组多了三人 你一减3是不是就五人数的 嗯 减3得到五人组 再加上八人组的就是啊 总人数 应该是 45加48 93 93 93人 嗯 是这个吧 当然了我们对于一道用品体而言 一定要写上答题 答 在这个地方呢 老师有点写不开了啊 答题 那么总人数是 93 93人 好了 这就是作为一道用品体出现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用方程来解 用品体解方程分为四步 第一步就是先射出位置数来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列出咱们的方程 第三步就是我们 后面这一长串了 解方程 那最后一步啊 答题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方程而言 对于方程来解用题而言 我们可以分为四步 简单称之为 哎 摄 摄 刘 列 解 答 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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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解方整合答题 就不用老师多说了 对吧 记下四个字 涉猎解答 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那么到了今天的小小炸制机时间了 那么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不是回顾一下了 一起来跟着老师看一看 我捡到的那个神秘的卷轴 这个卷轴神秘之处在于它可以占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不是什么 你现在在心里默想一个数字 一到十之间的一个数字 讲好了吧 嗯 讲好了 你现在把它写在纸上 我边说 你边算 你把这个数字加上二十五 然后减去五 再然后 乘以二 记下这个结果 出来一个结果了 对吧 嗯 好了 再我 你还记得刚才你想到 想的那个一到十之内的数吗 嗯 将这个数字 加上十五 算出来了吗 嗯 再去乘以二 嗯 又得到一个结果 记一下这个结果 好了 是不是现在你得到两个结果了 嗯 将你记录的这两个结果 相减 它一定等于 十 嗯 是吗 是 好 那接下来 老师要问大家了 这个 神秘的卷轴 算得还挺准的吧 还行 还行 那我问大家 这个神秘的卷轴 真的会占卜吗 必然 肯定不是啊 因为这个神秘的卷轴 明显的是突浪水上的出现的嘛 对吧 好了 那么亲爱的同学们 接下来老师叫我问问你了 为什么你算的结果 一定等于十呢 难不成我 猜到了你心里想什么 肯定不是的 对吧 嗯 你可以借助于我们今天想的 X 来想一想 如果我心里想了个X 那最终会得到谁呢 自己去 试一